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跌得還滿兇的 那今天一定很多人會很懷疑 到底台北股市怎麼了 我們就來看台北股市到底怎麼了 我們仔細看 台北股市今天從早盤一開盤 直接下來之後 台北股市今天幾乎都沒有高點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一跌下來之後 我們會發現到 台股這個時間點 他正好去回這什麼 半年線的一個位置區 回這半年線位置區 如果我們從國際股市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其實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會跌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等一下我們來說 你注意看 如果說我們從國際股市裡面來看 道瓊指數最近是創歷史新高 然後創歷史新高之後 最近稍微有一點點震盪 可是也沒有讓我們看到 什麼跌破五日線跌破月線的動作 都沒有 歐洲股市也是創歷史新高之後 最近都稍微有點震盪 那震盪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聯準會的新任主席叫葉倫 他明年要上任 他在禮拜四的時候要舉行公聽會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看 他對未來QE的一個變化 縮減的狀況 或者是縮減的時間 希望能從他那個地方公聽會 能夠得到一點答案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歐美股市裡面來看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大跌 只是稍微等一下 有沒有 稍微等一下 德國是這樣 道瓊指數也是這樣 稍微等一下 好 那歐美股市來看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再來呢 以中國股市裡面來看 中國股市昨天漲起來之後 今天稍微量縮壓回 可是也沒有讓我們看到 再創波段低一點 也沒有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為什麼台北股市會這樣 答案只有一個 大家信心都沒有了 為什麼信心都沒有了 最近一些油品的一個狀況 現在弄到大家人心惶惶 牽連到股市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整個台北股市來到這個時間 他先回這條半年線 其實台北股市呢 我們在這幾天的節目裡面 我們跟大家說 五日均線 這條五日均線他已經下來了 所以你台北股市要過五日線 其實只要稍微一站上去 稍微一動的話 台北股市要過五日線 那個是很簡單的事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辦法站上去 反而今天讓你看到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跌勢下來 答案就是因為 今天都沒有量 有沒有 到縮盤的時候 台北股市只有600多億的量 所以當你沒有量的時候 台北股市現階段 他也只能去先去走震盪 但是在量縮的格局裡面 我倒是覺得要特別注意 只要他稍微一補量 反而有些個股的速度 他就會開始出來 所以現在只是稍微等一下 成交量有沒有辦法 在未來這一兩天 因為下個禮拜 是屬於台子期的結算 所以每到期貨結算之前 全子股會動 全子股會動的話 就一定會補量 所以從明後兩天開始 就後半週開始 台北股市我們就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五日均線下來了 只要稍微一補量 台北股市要過五日線 其實那是非常有機會的 只是當每次大家看到這種 盤指數又不漲 然後成交量又沒有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人會說 老師 那個潛水無大雨 什麼叫潛水無大雨 水太淺了 成交量太小了 你說這個地方要有一個那種 標五成標一倍的股票 老師說不要說你不相信 連我也不相信 這種量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怎麼會有這種樣的股票 但是你注意聽 潛水雖然無大雨 但是水潛的時候 反而能夠讓你很清楚的看到 那個雨到底在哪裡 也就是說潛水無大雨 可是水潛的時候 反而好抓雨 潛水的水很潛的時候 比較容易好抓到雨 可是你要怎麼去抓 你要怎麼去掌握這樣的盤面 能夠比大盤先動的股票 好 各位我們就直接來看 其實這個時間點的一些 操作的策略跟方法 我們在節目裡面 把我們的做法 在節目裡面做說明 我也跟大家講調過 很多時候的個股 不是叫你一直去追 你怎麼去追 你注意看 有些股票你去追的話 比方說今天有些個股 今天跌下我覺得 還滿無淵網的 比方說政威 這類型的個股 我先說我沒有啦 我會願意一張都沒有 一股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買這樣的股票 有些個股到這個時間點 當然一破線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股價反而這個時間點 跌破所有均線 上面出現套牢籌碼 有沒有 不要說這樣的股票了 之前很多人喊的生技股 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類型的個股 從9月份開始進場到現在 你買進沒有賣的 是全部套牢的 除了漲多的股票 或者是已經漲一段的股票 你不能追之外 再來一個重點是 你也不要去猜底 什麼叫做猜底 比方說好了 這個很多人都會有 各位 比方說金電 這類型的個股在今天 又讓你看到 再創波段低點 有沒有 再創波段低點 反而之前跌比較深的 比方說2409的友達 雖然這個時間點跌比較深 可是反而慢慢開始 低檔有一些出量 也就是說 有些個股還沒有完全落底的時候 也不用去猜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怎麼去做 好 各位 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今天你跟著我們操作的 今天每個人都想 唯一的目的都只是要賺錢 但是我們要怎麼賺得到錢 而且來到這樣的盤勢 當台北股市這波的走勢裡面 已經連跌了將近快10天左右 有沒有 台北股市從8476 到今天是8104 台北股市跌了這一段 跌了300多點 跌了這300多點的過程裡面 每個人都想要賺錢 但問題是在你賺錢之前 你要先去思考的是 我要怎麼樣不要去賠錢 所以不要去亂拆底 還有漲多的股票不要追 這是我們跟大家說的 因為華隆巴菲特的投資哲學說 這個地方第一個守則 不要吃掉你的老本 第二個守則 就是不要忘記第一個守則 也就是說你要懂得 怎麼樣在穩當的情況之下 能夠真的讓你去賺 好 那重點來了 怎麼樣在穩當的情況裡面 當台北股市 跌了300多點下來之後 這地方你要怎麼去找到 對的股票 能夠讓你先比別人先獲利 當台北股市反彈 一彈起來的時候 你的股票還有機會再創新高 這樣子你才能夠賺得比較多 那什麼樣的個股 我們直接來印證好了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說過 會員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那既然這樣的盤勢 跌了三四百點的時候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反而有這樣的特性 能夠領先大盤先往上攻 各位看完這段VCR之後 我們再做解說好不好 導播請播 謝謝 可是你手上弱勢的個股 你要解套 一定要等他什麼 等那個技術面已經開始翻證 什麼叫翻證 擴完底之後準備突破準備翻證 所以之前你手上有宏達店的 各位 12月24號當時低點的時候 我叫你137附近左右 你注意看 當時你絕對買得到 你絕對買得到 買完之後各位 宏達店最近已經來到151了 有沒有低點叫你買 那我問你 你套在上面的人你要不要解套 有機會開始這地方 出現跌升明顯的反彈 你怎麼可以不去做攤平呢 所以怎麼樣去做反敗為勝 什麼時間點要這樣做 其實有我們的道理在 你不用急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 我來帶你去做好不好 好 各位 什麼樣的個股在台北股市 你注意聽 因為有一些操作的方式 這地方我們把它找出來之後 最起碼在台北股市 當你看到跌了300多點 可是有些個股 什麼樣的個股 跌300多點之後 能夠逆勢先往上攻 這才是要先去找尋的個股 我們就直接來看 當時我跟大家說過 有低一點的時候 我會帶你去買 有沒有 11月4號當時在137塊左右 叫你去買宏達電 為什麼去買宏達電 各位你注意看 當時我跟大家說過 宏達電的股價 當時也是跌跌不休 有沒有 當時跌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多人苦不堪言 到底宏達電怎麼辦 宏達電怎麼辦 可是最近這差不多一個多月以來 起碼很多人比較不太為宏達電了 為什麼 因為宏達電 他已經讓你看到 漲了一段起來 對不對 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到今天 台北股市還在跌 跌了300多點 可是他的股價 反而已經讓你看到創新高 為什麼宏達電 能夠創近期的新高 原因到底在哪裡 這就是我當時跟大家說的 很多弱勢的個股 你不要去猜底 因為底到底在哪裡 當你跌破了所有的均線 當你的籌碼密 全部亂掉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找什麼支撐 很多人會問說 老師什麼股票支撐在哪裡 我跟你講 現在的支撐不再降 在哪裡 在籌碼 什麼叫在籌碼 當時我跟他說過 宏達電跌下來之後 當他出現底部型態要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爆量 有沒有 當你爆量之後 不代表說他馬上往上攻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經過擴底 有沒有 還要經過擴底 擴底完之後再出一次量 這代表著說 開始準備要走攻擊的那個動人 他已經出來了 所以呢 當你那個弱勢的股票 來到這時間 底部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不用隨便去接 反而先出來的個股 先底部完成的股票 先落底 先出量的個股 先進場去買 有沒有 先進場去買 你注意看 當時低檔叫你去買 有沒有 當時低檔叫你去買 當你買完之後 當天就開始攻 有沒有 這一波的走勢你會發現 宏達店的股價 就是開始一路往上攻 台北股是在怎麼走震盪 結果昨天還是往上拉 今天的股價讓你看到 再創近期新高 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當他的底部打出來之後 底部打出來之後 有些個股領先大盤 先落底的個股 他會先往上動 所以我們一直在節目裡面講 很多個股在這個時間點的 操作策略 因為台北股是量縮 雖然量小 雖然水淺無大魚 可是水很淺的時候 反而能夠讓我們看到 那個魚在哪裡 你不會去亂射飛鏢 所以當水比較淺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抓得到魚 可是你要怎麼抓 這不就是我之前跟他說的嗎 當整個股價開始落底的時候 底部打出來的時候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反而開始有低階的機會 當然這一類型低階的個股 你要很仔細的去判斷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投資朋友 會比較疑惑的是 老師 那我的股票 有沒有機會像宏達店這樣 落底之後 他開始出現明顯的反彈 落底之後 他開始出現往上攻 好 那我要跟各位說 當台北股時間跌下來之後 當然很多個股線還沒有動 可是我必須要跟你說 其實有些弱勢的股票 底部打出來的股票 反而在最近這兩天左右的時間 你要特別注意 好 你要特別注意 我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底部先打出來的個股 比方說華碩 低階開始慢慢打出來了 低階開始慢慢打出來了 現在還等什麼 等下一次的出亮點 有沒有 再來呢 比方說2317的紅海 這類型的個股啊 低也是開始慢慢打出來嘛 現在等什麼 等下一次的出亮點 因為前面已經爆大量 所以當他一出亮的時候 反而有些個股 他開始會像宏達電一樣 他開始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上攻 可是機會到的時候 你要怎麼掌握 當機會到的時候 誰能夠告訴你 低點到了 誰能夠告訴你 低點到了 所以當你現在手上 有一些弱勢的個股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來到這個時間點 我也知道大家心裡 不太舒服 因為看到這種盤 你怎麼會快樂嘛 尤其如果說你手上又爆弱勢的股票 好 那不用急 不用急 各位 當弱勢的股票機會到的時候 我絕對通知你 但是你要打電話進來 我才知道說我要通知誰啊 你要讓我看一下你手上的個股 我才知道說 我怎麼樣哪個時間點 該叫你進場去做加碼 或者是叫你進場去低接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今天你都不用急 我也不會去增加各位的負擔 各位今天我給你體驗的機會 我給你體驗的機會 好不好 今天我們利用體驗的機會 我來幫你去掌握 像宏達店在低檔 準備走一段的股票 因為先落底的股票 它會先動 先落底的股票 它會先動 但是低檔到的時候 你必須要打電話進來 我才能夠通知你 所以我跟大家說 我也不會去增加各位的負擔 但是你手上的個股 你必須要打電話進來 然後我來帶你體驗好不好 我來幫你去抓低點 抓進場的低點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今天這個體驗 我名額不能太多 因為我要通知你嘛 我必須要把你的持股 很仔細的去做檢視 什麼時間點該動 我要親自通知你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今天這個體驗 我給你體驗的機會 但是今天廣告之後 只有三個名額好不好 廣告之後只有三個名額 你手上的弱勢個股 能不能像宏達電一樣 從低檔起來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上攻 當低檔到的時候 你想要進場去買的 各位今天廣告之後 只有三名我讓你體驗好不好 我幫你去掌握低檔的個股 讓你先賺一段 所以有任何需要的 廣告之後 趕快利用這個體驗的機會 體驗的機會 前三名 只有三名 廣告之後只有前三名 打電話進來 待會我們就來看 除了高價的個股之外 那有沒有中低價的個股 能夠適合一些 資金比較不大的投資朋友 照樣能夠進場先賺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做解說 稍微休息一下 發現新台北 五股周紫陽最強造陣系列 震撼登場 你還在等什麼 秉持專業 連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顧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顧優質專線 02 295席1111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聖選 聖選精英招牌團隊 登上股市負高峰 品封投顧穩握財富 靜速拨打轉運專線 02 2957 1111 2957 1111 秉持專業 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顧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顧優質專線 02 2957 1111 頭痛 請用玉芬珠 吹起疼 請用起疼無分之 無分之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文是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再度回到我們現場 台北股市已經跌勢比較大 跌了91點 成交量只有662億 各位 剛好跟大家說過 台北股市其實到目前為止 五日均線開始慢慢下來 這樣只要稍微一動上去 台北股市要過五日線 其實很容易 但是為什麼沒有動 因為沒有量 因為如果我們從國際股市來看 也沒有讓我們看到大跌 美國是這樣 歐洲是這樣 中國股市昨天漲起來 今天稍微壓回一下下 這地方也沒有讓我們看到 什麼破底或者是持續走低 可是台北股市會回測到半年線 是因為沒有成交量的關係 好 各位 剛好我跟大家說過 潛水無大魚 但是水很淺的時候 可以看到魚在哪裡 而且當你水很淺的時候 你才容易抓得到魚 可是你要怎麼去抓 當整個指數從8476 跌到今天8104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跌了300多點 有沒有 跌了300多點 但是當跌了300多點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股票 能夠像這樣低檔到的時候 比方說宏達電 當時137左右跟你講 然後這類型的個股 在台北股市跌下來之後 他繼續往上攻 他為什麼能夠繼續往上攻 這是我跟大家說的 當你的底打出來了 底打出來 比大盤先落底的股票 他能夠先往上攻 好 各位 我們不要說只舉一檔 我們再拿下一檔 我們在會員的做法 如果你資金小的 什麼樣的個股能夠同樣的 能夠領先大盤先往上攻 我們直接從VCR裡面來看 好不好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後面我們到底該怎麼去做操作 導播請播VCR 謝謝 那你這兩天打電話進來的 我跟大家說過 我要幫你找的是 第一檔準備起來的個股 比方說 這兩天打電話進來的 昨天打電話進來的 我們今天只買這一檔 3663的新科 各位你會發現 這一類型的個股找盤 我就叫你買 有沒有 你注意看 為什麼買 在技術面裡面 他也是準備 第一檔準備起來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他主要的客戶 有面板 有達形創 還有太陽能的 導電膠的新日光 所以這些他的客戶 都是大客戶 第一檔買完之後 結果今天就開始往上攻了 有沒有 有沒有讓你看到 掌握技術面的重要的買點 讓你現買現賺 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我們直接來看 不管你資金大跟小 掌握到對的股票 可是當台北股是跌了300多點 什麼叫做對的股票 各位你注意看 當時是不是跟你講 買3663的新科 很清楚了 時間你都看得到 我讓你這樣子看 是因為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我讓你看到時間 是因為我要讓你知道 今天你不是追漲停 追漲停的人 不會拿時間給你看 找盤叫你買 是因為當時的股價 在做一個整理結束 準備突破的那個點 有沒有 好 當你買完之後 開始往上攻 他開始往上攻 攻完之後繼續往上攻 到11月7號插兩檔再攻漲停 結果讓你看到再創新高 有沒有 第一檔買完股價兩支漲停板 將近三支漲停板 再創新高 好 各位 現在重點來了 你會發現到 當台北股市指數沒有動的時候 我幫你去掌握低點 讓你看到再創新高 但是創新高之後 我當時跟你說過 你不要追喔 插兩檔漲停板你不要追 很多人都是漲起來叫你去買 結果股價你會發現到 11月8號股價壓回 11月11號股價開高又震盪 昨天股價跌停板 到今天為止 3663的股價是不是壓回 有沒有 又壓回到我們之前買進的地方 可是當時我們叫你買的時候 是在低點對不對 拉高的過程裡面 當時我有叫你先賣 我絕對有買有賣 有沒有 11月11號9點25分 在哪裡 在哪裡 11月11號9點25分 在哪裡 你注意看喔 當時在這裡 在這地方叫你買 叫你賣 賣掉之後股價壓回 有沒有 賣掉之後股價壓回 所以當你有買有賣的時候 你可以先賺這一段 先賺這一段 那為什麼這一段 它能夠漲得上去 原因在哪裡 這不就是我跟你說的嗎 當股價能夠比大盤先整理完整 完畢的股票它會先供 先比大盤整理完畢的股票先供 先供起來的股票不用追 低檔有買高檔有賣 所以你要懂得去掌握這樣的股票 你才能夠領先大盤先比別人先賺 那我剛好跟大家說過 今天如果說當好的股票 那個低檔到的時候 那個買點到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我們的訊息 或者是我那個買點到 我有好的股票要給你的時候 你反而沒有跟著我們去做聯繫 我覺得是滿可惜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 這地方不用急 我也不增加各位負擔 今天我們用體驗的方式 我讓你體驗 我讓你體驗 從低檔買進能夠先漲的股票 讓你從低檔買進先漲的股票 今天我絕對不追高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今天我讓你體驗 從低檔買進比大盤要先動的股票 好 那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到底我們這樣的做法對不對 這樣我們直接看完這段VCR 我們直接再來說好不好 看我們這樣的操作模式 是不是你要的 導播請播VCR 謝謝 所以你今天跟著操作的 我們要準備掌握底部的股票 有沒有 底部的股票 把你辛苦賺來的錢 這地方我們一定要把它保住 而且後面還要有機會 能夠讓它走一段 結果你會發現到 這一類型的個股到現在為止 今天台北股市 會讓你看到很多股票打到跌領板 對 它今天這檔個股沒動 不是 我跟你說 這是我會員的股票 今天我說我們哪一檔 沒有動的股票 我做給你看 各位 當時有低點的時候 叫你去買支援 你去看 33塊左右我叫你買 今天11月4號 33塊左右我叫你買 有沒有 有低點的時候 我叫你進場 你已經在哪裡 因為我準備要去抓它什麼 抓到後面準備走波段的這一段 但是因為台北股市你會發現 指數在最近的走勢裡面 它是一路拉回 台股這一段跌了200多點 跌了200多點 那如果說今天你去亂追股票的 今天有些股票是不是打到跌頂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跟著操作的 你會發現到 有些個股當它底部打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底部打出來的時候 它會非常的穩定 而且有題材的股票 當你買在底部 這個時間點你在等什麼 等坐教而已 好 什麼樣的個股 我講得很清楚 各位你會發現 台北股市這波的走勢 跌了300多點 但是跌了300多點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利用指數 壓回的過程裡面 我們先去做低接 而且掌握後面準備上攻的個股 好 各位我們就直接來看 當時我又跟你說過4G嘛 4G的致遠 有沒有 因為是國內唯一打入4G大型 基地台特殊應用晶片的市場 的業者 台灣唯一 台灣唯一 好 各位 當時資源有低點 我叫你買 你去看 當時有低點的時候 33塊左右我都叫你買 你去看 這些都口訊 都讓你看到 33塊左右叫你買 那為什麼要叫你買 它有這個基本面 而且股價經過整理之後 你會發現到 指數現在跌下來 可是你只要比大盤先 整理完畢的股票 怎麼會跌 當你從低檔開始買的時候 把你的成本壓到最低 反而你的風險是最小 當指數還在走震盪的時候 還沒有動 有些個股先整理完畢的個股 你先去買低點 各位 我要跟你說 這地方有些個股 你根本沒有什麼風險 而且只要排一動起來 有些個股這地方 它後面的漲的幅度 會越來越大 所以當那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過 低點到的時候 我必須要告訴你 可是你沒有打電話進來 我怎麼跟你說 所以我剛剛有跟大家說過 今天不管你手上的個股很困擾 或是你要找尋下一檔的標股 我要跟你說 我有好的股票要給你 但是你要打電話進來 我才能夠幫你掌握低點 讓你先賺一段 所以今天我給你體驗 我給你體驗 在這廣告之後 同樣的也只有三個名額 好不好 只有三個名額 想要體驗的 想要買低點的 今天我有好的股票 低點到了 我要讓你先買 所以廣告之後 只有三個名額 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好幾次的風險 我們明天見 geh水很辛苦 神水有被寶 對神水器材輕鬆慎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Good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屏风投顾稳末财富 倾诉拨打承运专线 02 2957 1111 2957 1111 屏持专业连连得奖 加入屏风投顾 让您登上股市高峰 屏风投顾优质专线 02 2957 1111 成就股市财富 分享过滤喜悦 胜选精英抛牌团队 登上智库高峰 屏风投顾稳末财富 倾诉拨打承运专线 02 2957 1111 2957 1111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